中国队进球了,比赛第49分钟,场上队长乔瑞奇通过点球帮助中国U17女族首开记录 10月12号,U17女族世界杯在印度拉开帷幕,中国队小组赛首轮对阵墨西哥队 第32分钟,黄嘉欣送出黄点套餐,马里贝尔打门击中横梁 第50分钟,黄嘉欣噪点,乔瑞奇主罚命中 第90分钟,于心悦替补登场破门 50阶段,对手扳回一球,最终中国队2比1取胜墨西哥女族,喜获开门红 第二轮比赛将在10月15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的是哥伦比亚队 本届赛事共有16支队伍参赛,中国队时隔8年重返该赛场 其所在小组对手有哥伦比亚、西班牙以及墨西哥 中国队首场对阵的对手是墨西哥队,曾是上届该赛事亚军 而墨伦对阵的对手是西班牙队,则是上届该赛事的冠军 为备战U17女族世界杯,王安智率领的这支队伍可以说准备非常充分 不但参与了女甲前11轮比赛,取得6胜2贫3负的成绩 还在今年9月赴西班牙拉链 赛前新闻发布会上,王安智表示强敌环伺 球队这次参赛还是以锻炼为主 第五分钟,伊利洪拿球突入到禁区左侧 然后短传给队友,一脚四传四射 皮球被对方门将用指尖扑出 第九分钟,萨托一脚远射威胁中国队打门 刘成跃起用掌心将皮球拖出 第31分钟,马里贝尔禁区县附近一脚远射 刘成飞升逾越不久,将皮球击出 第32分钟,萨托在禁区外围打门时 皮球碰到了黄嘉欣的手臂 主裁判观看VAR后,判罚了点球 并向黄嘉欣出示黄牌 阿里贝尔主发一脚,信心十足的抽射 却击中衡量,中国队逃过一劫 下半场是一边再战 第49分钟,黄嘉欣带球突入禁区 被对手绊倒 主裁判判罚点球 乔瑞奇主罚稳稳命中 中国队一比零领先 第57分钟 中国女足多名主力,体能不知 乔瑞奇更是抽筋倒地 球队不得不进行换人调整 第65分钟 中国队获得任意球机会 孙雅杰主罚直接打门,质量很高 可惜稍稍高处衡量 第78分钟,墨西哥队突实冷剑 流程再现精彩铺就 第90分钟,葛玉助攻 替补登场的于新月破门 中国队2比0领先 补食阶段,墨西哥队搬回一球 最终中国队2比1取胜墨西哥女足 喜获开门红 本届世界杯首轮小组赛全部结束 日本女足积3分,独自领跑小组积分榜 位于C组的中国女足也是排名小组第一 依靠一个竞胜球优势 力压卫冕冠军西班牙女足 算是爆冷登顶 根据赛程,中国女足将在10月15号晚19点 对阵哥伦比亚女足 如果继续取胜,将提前一轮出现 此前两次参赛全部止步小组赛 这一届有望改写历史